国民党总统大选提名方式进来讨论热度高,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易经,22日受访时表示,国民党总统提名初选一定会有党员投票,不可能只有民意调查,至于比众各占多少,目前已伟请党内智库和学者专家研究,待下周公布结果。 吴敦易经协同前高雄县长杨秋新等人前往高雄市光德寺出席中国佛教会起建108年人王护国席在祈福大法会时,被媒体问及国民党2020总统大选提名方式, 他指出,据过去经验与制度,国民党曾在总统初选民调,党员投票各占50%,后来改成30%党员投票,70%民调,至于这回总统大选提名比重将占多少。 吴敦易则表示,目前已交由智库学者分析研究。 不过,吴敦易也强调,总统初选一定会有党员投票,不可能仅采全民调,比重多少则见仁见智,不能说哪个见解对或错,以为请党内智库和学者专家研究,预计下周就会公布结果。 感谢观看